好 刚才在第一段呢 作者先介绍了古董店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总是希望在古董店里 淘到艺术真品 然后来发大财 但是作者说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那么容易的话 咱们都不要工作了嘛 每个人古董店转一圈 这辈子钱就出来了 没有这么简单 那么要淘到一件真品 需要很多特殊的能力 需要什么能力呢 咱们来看第二段 作者介绍了 好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No one discovers a rarity by chance 说没有人呢 能随随便便的就发现一件真品 这个这里出现了一个 偶然的 随随便便的 捧平运气的 意外的 就是我们看到了 一个状语叫by chance 这个我们复习一下 在早在二十七课里面 咱们就讲过 什么偶然的 随随便便的 意外的 这几个状语的 Do something by chance By accident 或者accidentally 都行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By chance 当然这个英联邦国家呢 会发啊的声音 读成by chance 我们再读一遍 By chance 但注意不要读by chance 你要on 舌根动了 注意舌根一动 有个ng 在舌根才能动 在这边舌根不能动 发啊 走舌面音 大声里面 By chance By chance on 而不是on 当然这个英识盘不好读 你要不会读的话 用美式翻译也行 在那边 By chance 好 再跟后面 By accident 还有最后一个 Accidentally Accidentally 都可以表示 随随便便的 意外的 偶然的 做模式 它的反应词 在27个也见过 就是故意的 诚心的 有目的的 有预谋的 我们可以用这几个 做状语 我们用do something intentionally deliberately 还有on purpose 都行 我们大声里面 intentionally 它来自名词 intention 就目的意图 这个词 再看第二个 deliberately deliberately 再看第三个 on purpose on purpose 这个注意 英识翻译 都称on purpose purpose 它没有卷收音 美音中的 这个pur 有个字盲 在里边 所以当成pur 但后面这个词 moder没有字盲 所以不要读purpose 我们大声里面 purpose purpose on purpose 故意的 诚心的 本文中说 no one discovered a rarity by chance 没有人 能随随便便 发现一件真品 是咱们回忆起来 李中庄 那个老歌 凡人歌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 成功 怎么说呢 咱们照着说一说 no one succeeds by chance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 凭运气就能成功 就好了 那么发现真品 需要什么能力呢 后面说 a truly dedicated bargain hunter must have patience and above all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the worth of something when he sees it 咱们先看这句话的 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我们看到 这还是中间呢 用第二行中间的 and 画横行的and 引导 两个并列句子 第一句话说 一个真正的 dedicated 叫一门心思 要做出发现的 就一门心思 做某事 打定主意的 因为dedicated 不是时间精力 奉献进去吗 就把自己时间精力 都投入进去的 一门心思 要做出这个 逃到便宜货的这个人 bargain hunter 就是一心一意 要逃便宜货的人 henter是猎人 bargain呢 是便宜货 咱们讲过 要逃便宜货的猎人 就是淘宝的人呗 想逃便宜货的人呗 怎么样 must have patience 必须得有耐心 and above all above是个壮语 固定搭配 反映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那么and后面这个句子 没有主语和谓语 那可见主语谓语 跟前面就重复了 就是一个 truly dedicated bargain hunter must have the ability 大家看到了吗 整个前面这个 attruly dedicated bargain hunter must have 在and后面句子中 都被省略了 所以后面那个 画横线的部分 那明显是跟前面 patients并列的 都做这个must have的宾语 第一个是必须有耐心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必须要有这个能力 这个ability 是跟patient搭配的 什么能力呢 在家能力的后置定语 就是能够认出价值的能力 什么某个东西的价值 在什么时候 在家实践 壮与从具 when he sees it 当他看到的时候 必须得有认出价值的能力 就实惑的这个严厉 一个一门心思 要逃到便宜货的人 必须要有耐心 比起最重要的是 要有看到东西时 要有实惑的这个能力 这个我们就看明白了 好 这个记录中一些细节 首先我们看一看 这个最重要的是 abob all 有的时候也可以写成 abob all else 比一切东西都高 当然它最重要 abob不是高于吗 我们再读一下 abob all 或者用这个结构 abob all else 最重要的是 我们看例子 max is clever hardworking and above all honest max这个人怎么样呢 他很聪明 很勤奋 并且最重要的是诚实 你看abob all 比一切都高 就最重要的是 也可以写abob all else 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这个能力 什么能力呢 那么实实获的这个能力 对吧 这是这么来说 那这句话 我们看能不能 把这个句子背一遍 一个真正的一门心思 要淘宝的人 就是a truly dedicated bargain hunter 必须要有耐心 must have patience 并且最重要的是 and above all 还有呢 实获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the worth of something when he sees it 对吧 咱们把这句话付出一遍 one two一起来 a truly dedicated bargain hunter must have patience and above all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the worth of something when he sees it 造个句子 一个真正的 全身心投入的猎头 必须要有耐心 并且最重要的是 要有实财的慧言 这个全身投入的 还可以用bar dedicate这个词 猎头 咱们叫head hunter 就是那些专门 找人才的人 叫head 用脑袋 head hunter就好了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还用abob all 实财的慧言 可以用an eye for an eye不是一只眼 是慧言 for呢 是识别什么什么的慧言 咱们用它也行 咱们来看看这句怎么说 truly dedicated head hunter must have patience and付出一遍 abob all 最重要的是 an eye 一只慧言 for talent 实财的慧言 这个an eye for 可以顺便记住 表示什么什么的眼力 什么什么的慧赏力 实财嘛 talents 天才嘛 才华嘛 你看这句话 he has an eye for beauty 这个人对美比较有 见赏力 has an eye 不是有意识言 并不是独眼龙 而是呢 在某方面有 见赏力 这是最重要的事 abob all 还有呢 全身体投入 dedicated 这些相关表达 咱们通过巨型 可以把它记住 好 这两个能力 第一个得有耐心 第二个得有实财的慧言 先记住 一会儿第三段 我们那个主人公 他就具备这个能力 好 后面说了 to do this he must be at least as knowledgeable as the dealer 为了做到这样一点 他至少呢 要像这个股东商一样 学识渊博 如果你还不如 股东商董行呢 那你只能被他骗 你骗过他是不可能的 这个knowledgeable 不能翻译成 这个可以支持的 就是表示 支持渊博的 我们读一下这次 knowledgeable knowledgeable 支持渊博的 这个ass ass要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第一个ass呢 当然是个副词了 就是knowledgeable 第二个ass表示像 这是个连词 我们记住呢 在本文中 只不过后面省略微动词了 为什么能省略 就是ass 固定巨型 后面那个ass连词 他可以省略微动词 但是我们知道 ass单独使用 翻译成像 他一定是连词 单独使用词 那微动词是不能省略的 一定是个连词 因为表示像呢 ass是连词 而like 他是戒词 咱们 呃 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来体会一下 好 我们看这是一个谚语 叫 when at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大家看到这个ass在这 是单独使用 是一个连词 叫像什么什么那样 当你在罗马的时候呢 做事情要像罗马人做的那样 你看后面跟一个完整的句子 就是入乡随俗 或者叫入境随俗 但这句话有时候也能这么说 when at Rome do like the Romans 在罗马的时候呢 我们要像罗马人那样 去做事情 这个like 在这是借词 后面跟名词图案就好了 但是这个谚语的原文 是用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语法正确 但是我们说的时候 用第一句话来说 第二句语法也是正确的 这个s要注意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s 如果当一个借词来用 后面加名词的话 一般翻译成是 或者作为什么什么 比如把a看作是b regard a as b 那翻译成是 或者作为什么什么身份 这个意思 因为你这搞不清的话 有的时候会翻译错 我们看一下 表示作为或以什么什么身份 在第四课见过 26页第七行 26页第七行 我们看这句话 他说 Alfred Blocks who work as adustment for the Alzheimer Corporation 这个里面 s当然是其次了 阿尔弗里德布洛格斯 怎么样呢 他在Alzheimer公司工作 他本身是 公司的一个垃圾工 或作为一个垃圾工的身份 为着公司工作 是是或作为的意思 这个我们要注意 这个翻译了 为什么呢 你看看下面两句话 分别该怎么翻译 She spoke as a lawyer She spoke like a lawyer 我们看到第一个s呢 这肯定是借词了 因为s单独使用作廉词 后面位移动词是不能省约的 所以呢 这个s翻译成作为或者是 他作为一个律师 这个身份在讲话 第二句话呢 翻译成 他讲话的样子 像一个律师一样 这个like 表示像是借词 但是第一句话 不能翻译成 他像律师那样讲话 而以律师这个身份在讲话 所以这个很容易翻译错了 因为词性会决定它的含义 但是为什么本文中这个像后面 被省掉的位移动词呢 因为它在s as固定句型 或者so as固定句型中 后面这个连词as 才可以省掉到位移动词 你看本文中把它补充权的是这样的 he must be as knowledgeable as the dealer is 他必须得像这个古董店一样的 这个古董店的店主 这个商人古董商一样的知识渊博 注意as as 是固定句型里面 那么第二个连词as依然是连词 只不过位移动词可以被省略 在s单独使用 这个位移动词不能去掉 那当然是肯定句 如果否定句呢 否定句一样 后面的s可以省略位移动词 但前面呢 就用s用so都可以了 比方说我们说啊 他不如古董店 这个古董商那样的知识渊博 他并不像这个dealer那样的知识渊博 怎么说呢 he isn't as knowledgeable as the dealer is 或者说he isn't so knowledgeable as the dealer is 陈述句用ss 否定句用ss或者so as都可以 但是在这里面 一样的后面的s是连词 在这个句型中 位移动词可以省略 大家都听懂了吧 注意这个s使用是好多细节呢 搞不好就翻船了 所以确实大家看到这个培根说 英语中尤其是写作 写作是精确 这个说的对 好 后面进一步说了 like a scientist ban on making a discovery he must cherish to hope that one day he will be amply rewarded 这个先看看这个 于法成本的分析 这个整个前面在斗号之前的 这一大堆黄颜色的明显 是借词端语做壮语 说好像就方式壮语啊 像一个科学家那样 那么后面那个画横线的部分 ban on making a discovery 是个形容词端语当后知令语 什么科学家呢 一个一门心思打定主意 一定要做出发现的一个科学家那样 整个是个方式壮语 然后呢 he must cherish to hope 是整个句子的主干结构 他必须要怀有这种希望 怎么说了 这个cherry could be 怀有 this 什么希望呢 后面再加这个同位从句 当然做hope的同位语了 这个大家听到黄颜色的 是同位从句 有朝一日他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这个ample 叫丰厚的大量的reward 是报答 犒劳 犒赏 奖励 这个意思 好 这是咱们这个句法的分析 下面看一些词法的细节 首先咱看一下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这个band on 这个是个形容词短语 如果要当位动词的话 前面当然得加个b动词了 叫be bent on be bent on something 或be bent on doing something 叫一门心思做某事 打定主意做某事 就非做的事不可 一门心思做某事 打定主意 咬定青山不放松 就这么一个感觉 be bent on 后面on是借词 但后面叫名词动名词 都可以了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the boy is bent on mischief mischief 这个词在这可以表示 这个捣鬼捣乱 我们读一下后面的词 mischief mischief 淘气的叫mischievous 有这么一个 这个男孩一门心思要捣鬼 非要捣乱不可 一门心思打定主意 他要捣鬼 给我们这来搞破坏 再比如说 he's bent on winning at all cost 这个人打定主意 一定要下定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取胜 at all cost 就不惜一切代价了 打定主意 一定要取胜 be bent on 或我们加名词 或者加动名词 都可以 本分中是 打定主意 要做出一个重大发现的科学家 那么下定决心 打定主意做模式 除了这个benton be bent on结构之外 还有好多吗 比方说 这个两个都可以用 be determined to do 或be resolved to do 都可以表示下定决心的 这两个词都可以当作形容词来用 叫下定决心的 我们分别读一下 determined determined 再读第二个 resolved resolved 我们都可以加动词不定识 还有一个用动词端语 叫set one's mind on something 或者on doing something 都行 打定主意 一定要做模式 set one's mind on something 或者这个doing something 这两个也能替换 打定主意 一门心思要做模式 这个success在这动词 那问题是 我们要把这几个结构 放到本文中 后置定语 修饰前面那个 这个scientist该怎么办呢 那么前面两个结构 跟be bent on一样 把benton续道 直接用形容词端语 到后置定语了 其实你可以看作 非为动词being being被省略之后 就是形容词到后置定语 是不是可以用 like a scientist determined to make a discovery 就好了吧 正如一个 一门心思要做出发现的 科学家那样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like a scientist resolved to make a discovery 正如一个 一门心思要做出发现的 科学家那样 或者说 set one's mind on 这个动词set 不能当定语了 但非为语可以当定语 怎么办呢 set是主动的 换成分词呗 非为动词呢 主动的setting his mind on making a discovery 就好了 正如一个一门心思 所做发现的科学家那样 这个我们可以看作 一个切词段语了 对吧 都可以再来替换 但注意这里用setting 就好了 一门心思 所做发现的科学家那样 好 他必须怀有这个希望 cherished hope 老师在词语中讲了 叫一直怀有这个希望 这个有 咱们不一定 翻译的derby 和have 这里面这个cherished 就用得非常的贴切 好 还有哪些呢 好 还有哪些可以表示 这个有某种感情 那种词呢 还有好多 比方说吧 咱们可以用这个动词 叫做大声度下 nourish nourish 这个本来可以表示 滋养的意思 就给他营养 太生意 也可以表示有某种感情 就让他感情慢慢长大 给他营养呗 比如说看例子 Lisa has long nourished the hope of becoming a ballerina Lisa这个女孩子 长期来都希望怎么样呢 成为一个芭蕾舞演员 你看 Lisa has long nourished 在根本文字chirished 是可以替换的 都可以 nourished the hope of becoming a ballerina ballerina是芭蕾舞演员 我们可以读一下这词 ballerina ballerina 在Lisa可能身体有点小毛病 但是这梦想是成为 芭蕾舞演员 当然比如说 在小的时候 看的天鹅湖 那个电视里面的 这个芭蕾舞 妈妈 我未来也要 跳芭蕾舞 我也要当小天鹅的 妈妈呢 非常难受 贵妮呀 你跳不了舞啊 你没有腿呀 跳不了啊 这女孩不信任谐 通过长期的努力 长出了头腿来 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想 成了著名的芭蕾舞演员 当然咱们假设一个 假设一个啊 就总而言之吧 一时都希望 成为一个ballerina nourished 非常非常形象 bein the have 就好一些 这个 我们还有很多一些有 我们回忆一下 在第三课时 享有 是不是我们讲过一个enjoy 咱们再回顾一下啊 在这个22节第四行 22节第四行 他说the city at one time must have proper for it enjoy the high level of civilization 这个城市当年 肯定繁荣过 因为它享有高度的文明 这个enjoy是享有 它人做主义 事物做主义都可以 也是一个有 叫有好的东西享有 而这个nourished和cherry 一般都是跟感情的 思索比语 它用法更改 还有呢 我们说 中国有很多美丽的风光 一般同学可能会说 there is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ry in China 在中国有很多美丽的风光 scenery不可署名词 是可以的 但以后我们不妨换一个词 咱们复习一下 China boasts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ry 还记得吗 这个boast 要注意 它可以用事物做主义 做事物做主义的时候 要翻译成有 某个好的东西 这个时候boast 是极无动词 直接加冰语 注意它的特征是 它表示有 必须是事物做主义 人不行了 而在后面 不能加借词 直接加冰语 中国有很多美丽的风光 用boast也行 你看我的家乡 有个美丽的湖 my hometown boasts a beautiful lake 就行了 用这个动词boast 注意 事物做主义 再比如说 他们有三个可爱的小孩 they have three lovely children 他们有三个可爱的孩子 用have当然是可以的 但以前我们在第三课见过 咱们可以把它改成 they are blessed with three lovely children 他们有三个可爱的孩子 好像被赐福给一样 这bless上帝赐福给他们 you be blessed with 也行 他的主义可以是人 一个是某个地点 有某个好的东西 都行 被赐福给 但这个一般不强的 先天有的 是后天有的 他们不可能是先天就有孩子 长大之后结婚才有孩子 如果强的先天就有 还有另外一些有 比如说 the girl has both beauty and brains 这个女孩子 当然这个brains 在这不能翻到大脑了 肯定有大脑 而人的大脑是不可数的 你不能是一斤大脑 那是猪脑了 brains 用复数 要翻译成intelligence 或者cleverness 聪明 这个女孩子财貌双全 既美丽又聪明 那为什么不用intelligence呢 因为intelligence就不压运了 beauty and brains 这是压手运 两个都是but 开头的 这么一个 可以怎么改呢 the girl is endowed with both beauty and brains 这个女孩子财貌双全 be endowed with 也是表示有 但这个强调先天就具备 是一出生就具备这个能力 基因好嘛 财貌双全嘛 但是第一个搭配 就不能换成be endowed with了 他一般是后天才有的 好 这几个有 可以做这个复习 最后说 必须怀有这个希望 回到剧中 说什么呢 什么希望呢 那one day he will be amply rewarded 有朝一日 他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首先这个be rewarded 叫获得回报 获得报答 报偿 报答 酬劳 本来就可以用 几物动作reward be rewarded 就获得回报 然后我们加强语气 获得丰厚的回报 可以用be amply rewarded 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be amply rewarded 这个我们看一个简单句子吧 比如说 总是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就是所有我这些耐心 都会终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总有这种可能性 咱们刚刚见过的 there is always hope 咱们试试看用一用 there is always hope that all my patience 耐心当不可宠名词来用 will be amply rewarded 总是会有这种希望 或者可能性都行 所有我的耐心 终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will be amply rewarded 就像我们在学 新概念语第三册 还有未来的第四册 我们同学学的时候很辛苦 但是我们总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所有我的耐心 终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我们用英语改变我们的人生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好 这是第二段 第二段就介绍了 要发现真品 必须要具备这两个能力 第一个 得有耐心 第二个 实获 有我的慧眼 第三段 作者的这个好朋友 正是有这两个能力 而发现一些真品 怎么发现的呢 咱们一会儿在第三段 再接着来看 再接着来看 再接着来看